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了淋雨 我估计啊 你的后半辈子可以过得踏踏实实的了 想不到中学时的一点感情投资 现在倒成了你的人生保险了 你真好 什么人生保险啊 咱们大家都是同学 要这事让你摊上了 他也会帮你的 那可说不好 你是他的初恋女友 我又不是 你说怎么也没有一个前男友 有钱的前男友 过来同情同情我 我婆婆就要回来了 你千万别骆顺话 淋雨这个名字在她那儿 可是挂了号的 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这五十万是淋雨借给我的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不过白脸动脑你怎么说啊 这么一大笔钱 你朝谁借的 就说跟个客户借的吧 反正我说什么他信什么 你确定吗 我跟你讲啊 这男人要是小熏眼起来啊 比女人还可怕呢 可是那个人还还还得到 别类的 提t可能得到 你觉得不得都 Platz 别再见了 算不 refer 像伤君 竹竹竹竹竹竹都差 没事了 走 咱们回家 你把客户的损失费都赔上了 听说他们要五十万 我跟一个客户借的 我帮他们公司 省了几百万的保费呢 人家借钱的时候挺痛快的 那他们要我们什么时候还钱 凭我们的经济能力 人家也知道 不会一下子去还上的 所以我打了欠条 咱们努力时间还吧 这是难为你 老公 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可以一切重新开始吗 妈呢 还没回来呢 把我一会儿去接他 我怎么 妈 回来了 妈 你怎么先回来了 是啊 我还说要去接您呢 我就想着赶载你们回来 把饭做好 我带了山里的野鸡都炖上了 还有咸鱼 冬会儿最爱吃了 妈 让您担心了 看你瘦出什么样了 在里边没受苦啊 没事儿妈 就是担心家里 乘宿乘宿睡不着觉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爸爸 儿子 想妈妈不好 爸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想你想的肚子疼 你用肚子想爸爸的 是奶奶说的 奶奶说每天晚上 我都捂着肚子喊爸爸妈妈 妈妈 我再也不要你跟爸爸分开了 好好好 你看我们一家人 不是又凑在一块团聚了吗 你别抱着你爸的身份 走 好 妈妈先洗澡 我给你坐上洗澡 来 何姑啊 我去给你拿层干净衣服啊 楚楚 来 趁热喝 我们汤药山里的野芥 熬出来的汤醉不仁 好喝 楚楚 这些日子 你为了这个家 受苦了 都说 有女人才有家 这回要不是你撑着 这个家就真完了 以前 妈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就全当是开笑话 这回为了联动 你把娘家的人 全得及光了 我要是再把你当白人 我真是天理不容了我 妈 过去的事 就让它都过去吧 妈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家人坐在这吃饭 以后我们天天这样好不好 以后咱们喝点酒庆祝一下 好 对了 我从往家带来的米酒 来 来 冬儿啊 快点到上 我希望每天都能像今天一样 我们一家三口 不对 是一家四口 坐在一起吃饭 我还希望爸爸每天要开开心心的 不要再皱皱眉头了啊 爸爸皱眉头你都看见了 太厉害了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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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也算一个啊 来 来 妈 初初啊 来 来 嗯 我想跟你们两个商量一件事 你说 我决定回保险公司上班了 妈 家里存款一点都没有了 还欠了那么多债 表哥家那边 我也想 我也想多少有个帮衬吧 我文化不高 能做的工作也不多 而且 像收入这么好的工作就更难找了 回保险公司 我原来有那么多的客户 总归 总归 钱不会拿得太少吧 卓卓 卓卓 我支持你 以前是我的部队 竟往尿角尖里钻 我知道 你做什么 都是为了这个家 我 我要是再不明白这个 我就陪伙我这么大年纪了 谢谢 你家里现在的情况 也别无选择 只是表哥的案子 在上河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我在坑尸所里都听说了 我怕你以后越来越难做 其实 我也知道这些 但是最困难的时候都熬过去了 我就不信这日子过不好 没事 我有信心 吃饭 来 吃饭 来 吃菜 来 蜂蜂 吃 看奶奶下在 奶奶 你去带土豆丝 瞧我这大孙子 你说 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 有这么一个好孙子 小汉 你就看不着了 小汉 你就看不着了 你没睡着 就你这么翻来覆去的 实实地找 老公 你不就想知道 那五十万怎么回事吗 我告诉你 那五十万 是我秦楚楚打了欠条 清清白白借来的 我放下所有的自尊心 我第三下死地去求人 那种卑微的感觉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五十万不换 那种感觉就像个大石头一样 压在我的胸口上 我没瞎想什么 我没瞎想什么 你想看那个信息内容是吗 好 来看啊 不看 看啊 不看 来 我跟你一起看 我看 我看 你 是吗 你 你 看 你 看 我看 你 你 我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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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了解情况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你别胡思乱想 老公啊 我现在陷入了信任危机 我能保留住过去的三分之一的客户 已经是非常的好了 我现在每天就在想 我怎么能再开发点客户 再好好地把他们维护住 我多赚点钱 你知不知道你老婆每天要走多少路 要说多少话 你知不知道 我每天真的是精疲力尽的 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 你胡想乱想七想八想 你让我怎么跟你解释 你去那里哪里的 你去哪里的 你去哪里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请问您找谁 我是地平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这是我的名片 怎么又是保险公司的 一块钱等我再说了 我是地平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和我的名片 谢谢你 麻烦你 没事 好 你最近的故事 只不过 用路人的方式 悄悄地在走过 一岁 你说 曾向往的城市 如今已变成你的样子 分岔路的只是 什么方式 才让我重拾你的日子 回到你的世界 再多看一次 谢谢啊 走在你的城市 却再也找不回你的故事 你的名字 无法收拾 无法收拾 已经接过来了 你今天怎么样 你无所获 基本上都是被前台挡在外面了 你跟妈说一声啊 我中午就没吃饭 现在饿死我了 我已经在街边吃着了 别够留饭了 好 拜拜 哎 老公 我可能要回去晚一点 我看到周边写字楼 灯还亮着很多呢 这会儿前台下班了 我可以去碰碰义气 嗯 公园 再来两楼小笼包 打包带走 回到你的世界 再多看一次 您好 嗯 您好 我想借用一下洗手间 哦 我是来这边办事的 其他公司都关门了 我着急 哦 哦 没事儿 没事儿 我们公司洗手间在那边 往里走去看吧 好 谢谢啊 哦 我刚才在外面 买了点吃的东西 总快拜进去吧 我 没事儿 先放这儿吧 好吧 哎 好嘞 加班呢 是 本来啊 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买的 结果他人先走了 我一个人吃不掉 要不 你也吃点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 哎 一个人吃不掉浪费的 你先吃啊 谢谢啊 你是保养公司的啊 是啊 以后 要是有什么业务 也可以咨询我的 哎呀 什么以后啊 你明天 明天你就再来一套 明天 嗯 明天 你来 我把我们财富大姐 介绍给你认识 她跟我关系可好了 我们公司啊 正要去人工的工商险呢 你跟她聊聊 说不定 就能转到你们公司去做了 是吗 嗯 酒温了吧 加点 来 试试 你再来点 喝了吧 喝了 脚还疼不疼 疼 怎么不疼啊 我跟你说个事 明天 明天 我想去省城待段时间 去省城干嘛 装修不是做过城了吗 那现在经济大环境也好了一些 我想去省城闯一闯 看看能找到好的工作 找工作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省城咱们又不认识什么人 你去了以后你住哪啊 便宜的地下室总会有吧 工作只要不太挑 应该也不难找到 住地下室行不行啊 就在这儿吧 挺好的 好歹还能回家吃个肉饭 你省城不机会多吗 你看这些年跟着我 也没过上好日子 现在连累你完债 我再也不会这个家做点什么 别说别人 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水热我那泡河 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那你舍得我 我心疼你 我是真的不想你太累了 真舍得我 舍不得 我更舍不得你美 现在啊 她刚好没什么事儿 刚才还跟我聊QQ呢 谢谢啊 没事儿 请进吧 赵姐 你好 赵姐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楚楚 赵琪您好 您好 您骗 秦楚楚 对 他儿子啊 就是在您所说的那所小学念书的 地品性保障公司 你姓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在法庭上作证 连自己亲戚都不帮的 那个姓秦的业务员 这 走吧 你赶紧走吧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人 小陈 你说说看你都找他什么人哪 我说这个地品性保险公司 怎么这么耳熟呢 我也没想到他这种人 还有脸出来推交保险啊 大姐 你听我说啊 我那样做 其实我是有苦衷的 报纸上说 你衣服带你啊 就像清闺女一样 你不但不知人图报 反而落井下石 你说说看你这个女人 是不是太逮捕了 小陈 你去跟大楼的保安说一声 以后这个女人 再也不一定许她 进我们办公大楼了 拿走 快 走 大姐 你别说了 快走吧 走吧 走吧 老板来了 马死了 加油 对不起 我们公司呢 今天有个重大的会议 请你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你看这样好不好 把我们公司的资料 和我的名片留在这儿 如果有什么需要咨询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我呀 请你不要挡在我们公司门口好吗 我是说万一有需要的话 那 好好好 行 你现在可以走了吧 谢谢你啊 先知道 以后做保险的 都不要让她们进来 好的 林总 实在不好意思 我刚准备接您了 请进 你那个地下室什么情况啊 是办地下室吗 是地下室 窗户嘛 就没有了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都能错过 倒是你呀 要赚钱 要照顾家里 真是辛苦你了 还好吧 家里有妈照顾着呢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放心吧 对了 我看了不少照片信息 省成机会就是多 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 这次一定不让你说 好 那就不浪费电话费了 我挂了啊 喂 你好 是 清楚楚小姐吧 我是 你好 我是林阳工程公司的 我看了你留下的资料 比较感兴趣 你明天上午十点 能来我们公司一趟吗 明天上午十点 好 没问题 谢谢啊 您留步吧 那 清小姐 明天还劳烦你再来一趟吗 什么叫劳烦啊 这是我工作的本分嘛 谢谢了 那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的 合作愉快 再见 喂 李总 李总 你好 你好 明天下午 我有时间 是吗 那太好了 那您明天上午打电话给我 好的 好的 谢谢 许总 咱们是已经说好了吗 你 你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呀 小何 我也是没办法呀 这是我们总经理下的命令 不过这次我们的保险 就是跟你们公司签的 只不过金手人不是你 是谁呀 秦楚楚 小何 你可别怨我啊 我们总经理从来是不过关公司保险的事 这次情况特殊啊 估计这秦楚楚跟他的关系非常一般吧 这就是奇迹 好的业务员就应该像秦楚楚一样 如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 即使在绝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 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 楚楚顶住了压力 这就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下面我们请秦楚楚来讲两句好吗 不要了吧 没关系 楚楚 大胆地讲吧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秦楚楚讲两句 我没什么好说的 就 就是说 凡事就是再个坚持吧 只要坚持就能把事做成 对 只要有坚持就一定会有回报 让我们再次为优秀的业务员秦楚楚高呼 秦楚楚 你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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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顺风顺水 财心高教啊 我也不知道这么回事 突然之间 就好像转了孕一样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让我好好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支持我呀 我肯定有半途而非了 你请我吃饭 是真的念我的好 还是心里过意不缺啊 两个都有吧 最近 一直都忙家里的事 忽视你了啊 你跟那个罗教授怎么样了 这里断了 真的啊 那你们家卫文呢 可出息了 给人当洗碗工呢 瞧瞧我找的男人 不是衣冠禽兽 就是禽兽不如 不像你命好 找了个灵雨 又有钱又深情 还肯下功夫 你说来说去 你说他干吗呀 行了行了行了 别装了啊 我装什么来装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 别人看不出来 我也看不出来啊 你从事跟我招来 你们俩 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程度啊 我上次跟他借完钱 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呢 我这业务都是我自己 跑出来的好吗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用 好好好 没关系 难道天底下真有这等好事 全让你改人了 江丽萍今年四十六岁 是个孤儿 在福利院长大的 现在已经离异了 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 在美国念书 她这个人是个十足的工作狂 平时除了工作以外 也没有别的其他兴趣爱好 感情生活也是一片空白 她身边也没有朋友 好像连一个说知心话的密友都没有 这就是我从她生活助理那儿了解到她的全部情况 那二嫂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江丽萍这个人还挺随和的 但是很难深交 不过她很喜欢在我那儿坐水聊 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多跟她接触接触 二嫂 她的性格非常地敏感 所以请二嫂要多加小心 林总 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这位江女士 是为什么呢 我呢 想引进一项新的轴承技术 这董事会否定了我的提议 所以我想 在引进这项新的技术之前 先找到买家 好让我能够推翻董事会 对我的疑虑 江丽萍就是你的买家 是 她是我的奖方 随二嫂 以后你要多费心 林总你交代的事情 我一定会尽心办到的 林总 你既然这么忙 那我就先走了 好 二嫂 不好意思啊 让你跑一趟 这改天喊上二哥一块吃个饭 行 没问题 艾迪 送下二嫂 好 再见 二嫂 这边请 充机服呀 我可以 我先喝水 我吃飞 我坐在那里 我吃飞 已经吃飞了 我吃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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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 都有关系的 楚楚 叫咱们约出来聊一聊行吗 好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还以为 我赶快拼命赚钱 把欠你的五十万还上 没想到 越欠越多了 楚楚 你不要给自己负担那么大嘛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也不就是打打几个电话 这是最正常的自怨互惠 互惠 明明是你在帮助我 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对你有什么价值 这营销学当中啊 有一个两百五十个原则 这意思就是说 在你生活当中 有两百五十个朋友 家人 同事 你只要善待他们每一个人 你就有机会得到 这两百五十个人的机会 可你这么说 我心里并没有觉得好手一点 楚楚 你千万别小看你自己 你有你的优势你看不到 可是我看得非常地清楚 你的心里特别干净 眼里也很干净 跟你在一起啊 不管男人和女人 都会觉得特别地轻松 你心思又特别细腻 所以我觉得 你非常适合做营销公关 你就哄我吧你 楚楚啊 我说的可是真的 这哪天我可能还有仇于你 我爱你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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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吃 你不愿意 何经理 你这会儿有空吗 有 何经理 昨天我经过王美人办公室的时候 正好听见他在跟总公司唐总 汇报工作 汇报就汇报吧 王美人可一个劲地在跟唐总夸楚楚呢 楚楚的最近的业务突出 夸他也是给自己长脸 重点是王美人跟唐总提议 要升楚楚做业务总监 我当时一听心里就不爽了 他秦楚楚凭什么呀 贺姐 你这些年为公司付出多少心力 立下多少汗马功劳 这业务总监的位置 怎么说也应该是由你来挡呀 也许王美人只是提个建议罢了 最后最终选谁 总公司会考虑考虑的 那要论能力的话 他更不能跟你谜了 真要说他有什么能力 那就是装清高 贺姐 我看你平时跟秦楚楚要好 对他有什么想法 我也不敢跟你说 其实 我一直觉得 他是人藏得挺深的 突然就能做来这么多大胆 那背地里肯定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交易 居然还在大会上说什么 坚持就有回报 贺姐 你说他多能装呀 行了 你先去忙吧 走啦 走啦 时间到了 大家一起吃饭去吧 走啦 吃饭啦 何经理 咱们一块儿去吃中饭嘛 不了 我跟厨厨一起去吃 好 那好吧 初初姐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你不是喜欢吃辣吗 那前街开了一家四川餐馆 可好吃了 我妈今天给我带了酱鸭腿 我都带了一只 初初姐一会儿也尝尝 哎呀 你们这嘴真够甜的 不如这样吧 我请你们吃饭 好吗 好嘞 走啊 走啊 明雨 咱们见面吧 明雨啊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 你们是怎么称呼我 和楚楚的 结带双娇 是 是 可是现如今啊 为一张保单 我得笑得嘴巴比猪八戒还要大 你 我得笑得嘴巴比猪八戒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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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呢 好 好 你呢 混蛋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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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medo 你呢 你呢 那段日子所有的人都等着看我何禅娟的笑容 他们都等着看我何禅娟是怎么样落魄的 而我呢 我从来没有在人民前流过一滴眼泪 你信不信 你信 从来都没有 我打扮得比以前更漂亮 我发了疯一样的作业务 谁要是给我一张单子 别说让我陪她喝酒唱歌 就算让我喊她爷爷喊她祖宗 我都无所谓 我一个女人 我愣是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了 我照样给女儿买最好的衣服 我供她上最好的学校 老公不争气 我一棍子把她打出去闯天下去了 所有人都说我 都说我对她狠 可是谁知道 谁知道我对自己有多狠 我也是一个女人了 我也想 我也想要人关心 我想要人心疼我 可是为什么这年头 为什么好男人都是别人的 我选的男人都一个一个的不是东西 林雨 林雨你告诉我 我到底是哪里不好 我哪里比不上别人 展军 你一直都很优秀 我很佩服你 展军 林雨 你是一个好人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我就冲你对楚楚 我就知道你不一样 我不要求别的 我不要求别的 我只想要一份 你对楚楚一样的感情 楚楚是我的好姐妹 她不会介意的 展军 林雨 我愿意 展军 你喝多了 让我跟着你吧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让我们两个做你的飞燕喝得好不好 展军 喝多了 好了 我没事了 走 我送你回去 走 我送你回去 好 来 快过来 出去 你这么小心一点 来 一球无价宝 难得有情吗 好 快过来 走 快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这是五万块钱 就当我是分期付款吧 剩下四十五万 我也会尽快还的 我知道这些钱 还不是因为你 帮我去介绍那些业务 我才赚来的 你别让我 越钱越多好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记得我说过 会有求于你吗 我说的可是真的 我是个商人 商人是不做赔本生意的 不要 那我能为你做什么 再ético 先走 你 엔